一只遮遮掩掩的丁燕宇航下赛季打球续项问题已经水落石出,随着达拉斯独行侠的官方宣布,丁燕宇航终于要名正言说的在NBA打球了。 这样消息传来,相信国内太多球迷都是高兴和充满期待的,那么丁燕宇航他能在NBA站稳脚跟吗?本文解析认为,相比周期的机械,丁燕宇航最起码还有一优势,可以让他获得更多机会。 因为,早在去年夏天参加了NBA下季联赛后,其实国内就有太多球迷都希望丁燕宇航们签约达拉斯独行侠队成为一名NBA球员。 而且那时候,通过夏季联赛的表现,丁燕宇航也表现出很有竞争力和实力。 只是,因为当时对方爆出的驾马并不理想,同时山东高速队也想在球队阵容鼎胜之时,借靠丁燕宇航的力量冲击一下总冠军。 所以,丁燕宇航在NBA打球仪是一直拖到现在,而事实上那时丁燕宇航的能力就已经征服了独行侠。 随着上赛季半决赛输在广沙脚下止步,山东高速的冲冠失败,也让去了布看清了征冠的难度和自身的不足,为了不耽误丁燕宇航打NBA的梦想。 今年夏天,当丁燕宇航再次回到达拉斯下去,准备想要签约独行侠时,去了布是支持丁燕宇航出去打球的。 由此条件,丁燕宇航才能顺利签约独行侠,那么,丁燕宇航有实力和能力,在独行侠打上比赛。 扎人脚跟吗?还在去年夏天,就有很多媒体和球迷在解析丁燕宇,行打NBA的可能时,都认为他比周琪更有条件打上比赛。 上赛季周琪在火箭队大家看到了,虽然偶尔能在垃圾时间里登场亮相,但周琪的表现其实非常不理想。 这不但指的是周琪的各项数据,更主要的是,周琪作为一个内线球员,比赛中却总是飘出来等三分,打法就像当年的阿远一样。 因此,在有限的出场时间里,只能等队友传球的周琪,并无多大表演机会,但丁燕宇航就不同,去年的夏季联赛,丁燕宇航有三分投射,也能持球突破内线赤上蓝得分。 说白了,相比周琪需要别人为名,丁燕宇航是可以自己去创造机会。 相比周琪,丁燕宇航有自己的突破能力,最起码命中率不高的情况下,还能持球突破制造杀伤而获得把球机会去刷分。 在NBA赛场上,能打出整体战术的球员,当然是教练的最爱,但有强大个人表演的球员,更让他们喜欢。 而相比机械等球的周琪,丁燕宇航就有这一方面的优势,因此,只要丁燕宇航到了比赛时,机会出来就要坚决的冲击对方,坚决的去打,就会有机会。 同时,相比赛了一点的周琪,比赛中丁燕宇航总有那么一股蛮劲,这样的个性在NBA是非常受欢迎的,也是教练喜欢的。 只要丁燕宇航坚持去年夏季联赛时那样的打法和冲击,应该会比周琪的发展前进更好,更有机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